羊肉别总会清炖和炒着吃了 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羊肉不一样的做法 保证吃一次就会爱上它 20一斤的鲜羊肉先切成厚片再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加入我家不要钱的清水 先提前浸泡半个小时,泡出血水 利用这个时间准备一点小料 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少许洋葱切成三角块 大葱切成马蹄段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起锅,加入长姜水 放入10粒花椒 泡好的牛肉,冷水下锅放入锅中 再放一点白酒,开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撇掉浮沫,煮三分钟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去除羊肉的青山味 煮好以后捞出来,空干水分备用 另起锅,锅烧空气 烧至毛烟以后,放少许油 油热以后,放入小料,煸炒出香味 小料炒香,放入焯水的羊肉 开中火在锅中,煸炒两三分钟 把羊肉表面的水分炒干,油脂炒出来 这样吃着香而不腻 沿着锅边,烹入黄酒或者米酒去香风腥 炒至羊肉表皮,微微扁色 放入一小勺,提前豆瓣酱 半小勺黄豆酱 继续开中火,煸炒一分钟 把酱炒出香味 这两种酱不仅可以增香 还可以掩盖住羊肉的膳味 对于喜欢吃羊肉,又不喜欢那种膳味的同学 非常友好 再烹入一点酱油,提前提味 重点来了,随后加入我家的温水或者热水 要想更香,更鲜嫩 还需要用到几种香料 白纸,白胡椒,花椒,小混香 这几种香料炖牛羊肉必备 再放入两三粒冰糖 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转开小火炖40分钟 炖牛肉的过程也不要闲着 准备一些自己选吃的配菜 性感的白萝卜挂掉外皮 皮不要扔掉,放入碗中备用 把白萝卜切成滚刀块 白萝卜很寂寞,需要找个半 再放半根胡萝卜 同样切成滚刀块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40分钟以后,羊肉就炖软烂了 有葱姜把筷子剪出来 放入准备好的鲸银配菜 这个时候再放盐,胡椒粉调味 用勺子扒拉开 继续开中小火炖20分钟 把羊肉萝卜炖软烂,炖入味 时间到,先开盖子,满足飘香 先不要着急食用 这时候呢,改开大火收下汤汁 这样吃起来,味道更加浓郁 把汤汁烧至略显粘稠状态 用汤汁拌饭拌面,那真是绝了 这样烧的羊肉软烂入味 不山不柴,特别下饭 学会的家人们,点赞收藏 分享一下,有时间安排起来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点赞 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